好,來到第四節的時間 昨天剛剛講一些商品的話題 始終都要講一下,講到商品,講到油價 其實之前Eddie也講過很多次 就是OPEC 大家都很關注的動向 其實之前OPEC經常開會 通常都會出現大家的預期 無論是增產或者減產 通常大家都預料會相應對市場的價格 而有所行動 但是今次 似乎OPEC是罵大家 說的是原本星期一有一次會議 就是說 大家終於等到油價上升了 可以談談 不是增加產 而是增加產量 應該是一件好事 你增加產量大家就賺多一點 怎知道竟然是談不完 還要談不完之外 不歡而散 暫時也不知道下一次什麼時候談 最起碼整個7月之內 都不會怎麼談 這個也挺有趣的 這個情況就是因為 你稍後會再進入更多細節 不過其實我覺得這次的情況 和去年 因為大家還記得 去年其實這個4月份的時候 也是 就是OPEC 或者叫OPEC Plus 那就是 OPEC和一些非OPEC的國家 那就是談這件事 那樣 那次也是反了桌 不過那次反了桌 就是沙地和俄羅斯反了桌 那那次就真是嚴重了 因為那次也出現了一個 史無前例的情況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美國WTI油價 是出現負油價的一個情況 不過這次的情況 我想 不至於這麼惡劣吧 是吧 這次主要是這個 就是UAE 阿拉伯聯合油獎國 出來就反台 那現在反台就是 其實UAE近年 就投資了很多錢 去發展自己內地的油田 所以他自己現在的產油 就是那個capacity 就增加了很多 那上一陣子阿John也說了 上一次反台就是因為 這個沙地阿拉伯和俄國 就鬥出產 就是price war 那大家如果記憶猶新的話 也是去年 搞到原油期貨出現負數 這個當然是一個 歷史上的首次的歷史事件 那這次反面 其實呢 我覺得這個分歧 其實是小一點的 也是分裝不穩的 那 說的是原本的計劃就是說 因為去年是 剪了 去年是剪了1000萬桶的產量 其實也剪了很多 就想由7月開始 每個月就加回40萬桶的產量 去年尾大約是加回200萬桶的產量 然後呢 就 他們就想去到 給市場一個guidance 就是去到2022年的年尾 就大概的產量是會去到多少 那原本這個就是星期一 開那個油組會議的經濟一個協議 但是呢 UAE就不行 就反對 為什麼呢 就因為他們呢 就近年就投了很多錢 就開發了新的產量 那他現在加 就是每 就是他 這個是一個 總共增加的一個產量 但是每一個國家增加多少呢 就是基於 原本在疫情之前的產量 所謂的baseline 然後baseline的產量 來增加 增加這次的生產 其實 阿聯酋呢 他也不是說 完全不合作的 他只不過是覺得是去到 現在這個增產計劃 只可以維持到下年的4月 在4月開始呢 他就覺得應該是大家重新談過就是 不是based on 就是疫情發生前的 產量 而是based on 現在各國的 idle capacity 就是 大家有多少 的 就是potential的一個產能呢 來談 就好像公平一點 但是如果based on idle capacity 去談 其中一個 會受損的國家 就是俄羅斯 那麼這個又比較危險一點點 因為 俄羅斯 就本身就不是 歐派的成員之一 而俄羅斯 也是一個非常 橫皮的孩子 我把這個說法 基本上他現在 大家有一個 減產的協議 其實他也不 他不是很嚴格的遵守這個減產協議 他基本上現在每個月的產能都是超過了這個減產協議的100萬 10萬桶左右 又不算太多了 10萬桶左右 但是也是偷偷雞 本身已經偷偷雞 大家已經有點不相信了 現在 出來 就是現在要談一個new deal 那就要cut他 可能就擔心他 就都會更加 更加會反台 但是竟然這次沙地亞拉伯 就帶頭反對亞拉伯 其實這兩個國家本身在歐派的 角色 都有點像哥哥和弟弟 其實 背後 沙地和俄國 就是歐派 這個影響力 其實第三已經可能是數到亞聯酋 因為 你計算產量的話 未必是亞聯酋最多 但是如果你以一個角力來看的話 一些產量比較多的國家 例如伊朗 近年被人制裁了四四下 伊拉克又打仗 打到 殘災 所以僅存一些 就是在歐派裏面的 大一點的國家 可能都已經要數到亞聯酋 這些國家 所以這次 其實有人是說 形容現在這個局面 基本上歐派已經是 差不多是 有一個 解決的危機 可能是整個歐派 如果 沙地亞拉伯和亞聯酋 去炒大惑國 可能歐派會散當 差不多 今次談不上 其實短期內 當然是對油價 是會有一個利好的作用 因為 你談不上增產的 談不上增產協議 即是近期內的產量 是不能增加 而我們經常都說 OPEC 以外的產量 也不是那麼容易增加 因為現在 OPEC就是 以一些國家產油公司為主 而OPEC以外 就是一些商業公司為主 但是商業公司近年 就很視乎貸款 就不肯投資去一些 長期的 project 甚至乎一些短期的project 都不肯 都不肯投資 所以看到就像美國那邊的油價這麼高 那些醃岩油的產量 也不算是增加得很快 所以短期內似乎 供求的平衡 只會隨著的需求越來越強 因為 很多國家經濟都復甦 尤其是美國可能是一些 汽車用的原油 煙燴 的需求就只是 看到越來越強 但是 如果這個局面持續下去 甚至如果你說真是去到 OPEC plus 有些散檔 或者 有些談不完的意味 反而對油價也未必是一個好的事 因為如果 大家都不守協議 大家反枱的話 大家就 不用再遵守這個所謂的 產量的協議 限產 限產這件事 大家有多少就產多少 到時 真的可以出現一個情況是油價跌得很快 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為剛才也說 現在是有 就是去年疫情的時候 大家達成了減產協議 是有1000萬桶 每天1000萬桶的產能是減掉了 現在就算說的增產協議也到了年底加200萬桶 如果一下子大家是一個 惡性競爭的 去增產的話 那是會忽然間會 增加市場 會多很多油可以產出來 所以這件事我相信是 這個油的 原油市場的一個存在的危機 而沙地阿拉伯其實 他的取態 其實是想保持油價高一點 因為他反而擔心 一個長期的 這個情況就是 如果你的油價不保持在高一點的位置 可能全球對 石油的 石油的投資 都會 地下注 長遠來說 其實 可能會在 石油的 建頂之前 可能會出現一個供不認購的狀況 這個是沙地不想看到的 但是他也不想油價高到一個點 就是太多的再生能源 去取代了市場 所以 其實明天在一個 較高的位置 而穩定 這就是沙地最想看到的情況 嗯 其實也很困難 因為 雖然 我想在這個 產油國來講 當然他也不想 就是說 那個價格太高 而令到就是 其他國家 加快了在那個再生能源方面的 投放 但是其實這個 也都是一個 不會是 扔回串頭的 老實說 就是這個全世界向這個再生能源的發展的話 基本上都已經是一個 就是 大方向了 就是 甚至乎 就是大家都會留意到就是 甚至乎是 譬如說 就是沙特阿拉伯 或者以致 就是中東很多產油國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也都 在近年 近年 是投放了不少資源 在一些 就是不同的再生能源方面的 一些 就是 開發方面 那 無論是 就是太陽能發電 也有 OK 以致現在 開始比較多的談論 就是說 這個 液態 輕 就是這個 透過這個 就是 Full Cell的技術 生產 也都有 OK 所以其實 這個 連OPEC 自己本身的不同的成員國 都意味 或者意識到 這個情況的話 不難逆轉 只不過 希望就是 不會 來得太快 這個情況而已 其實也 或者 補充一點點 其實說到這個OPEC 剛才 Kale也說到 整個OPEC 來講的話 俄羅斯又不是OPEC的成員 如果在OPEC來講的話 其實最大 也是最主要的 就是 沙特阿拉伯 以 產量來計的話 因為在去年 這個限產協議 達成之前 其實呢 當時來講的話呢 沙特阿拉伯 和俄羅斯 每天的石油產量 產出呢 都是超過1000萬桶的 OK 而那次 反抬 而令到整個油價 塌了 之後 大家就急著急著 就 談這個限產 而當時呢 即是美國 特朗普 也都拍了心口 說 好 OK 我都會加入這個限產的 那所以呢 美國方面呢 亦都會減產 一半 500萬桶那樣 當然啦 美國減 不是因為特朗普 說減就減 而是根本上 他們自己都 沒有肉食 大哥 都是 所以 於是乎 就那些 即是美國的 原油開採的公司 其實都 自己都 即是免費去減 那所以 沙特和俄羅斯 來講的話 亦都是 提升了一個 比較大的 一個責任 各自就 答應了會 減產 每日減產 200萬 那樣 所以其實 就那個 庫特就 就定了 大概 800萬桶左右 那樣 那其實如果 說到產量來講的話 剛才 Kail 也說了 就 其實呢 在 歐培裏面 來講的話 伊拉克 的產量 都是 就是 給他 用 就是那個 庫特都比較高一點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都 他都有 每日 400萬桶 的庫特 那因為 就是 伊拉克 也都 就是 連連開戰 那所以 其實 國家的經濟都 元氣大雙 那需要大量的 的錢 去重建 那所以 就是 說起來都是 自己的兄弟幫 那所以 歐培裏的 這些成員呢 都 算了 就是 給他一個 高一點的庫特 讓他能夠 籌集到 重建經濟的資金 那 其實跟著 伊朗 其實伊朗也是一個 不確定的發展 但是跟著 來講 其實 伊朗的 那個 庫特 也算是比較高一點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應該是 日常製造的庫特 是280萬桶 那 而這次呢 這個 就是 跟 大哥 沙地 就是 談不上 就是正如 剛才 Ko 所說的 就是 伊朗 覺得 他那個 庫特 是應該 那個 基礎 是要 要向上 調整 這樣 還有 其實他好像也不是很離譜 如果我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他要求 是將 他的 那些庫特 是上調到 不知道 340 還是350 其實 不是很誇張的 那一隻 但是 我也有些意外地 就是 為什麼一個 我看錢 不算很離譜的 一個要求 老實說 就是 但是沙地 好像都 那個態度很強硬 到底 到底是 是不是 因為 因為 會不會是 大家都是 新的 就是 Leader 因為沙地 就是 新的 王署上位 OK 老的那個 油王 沙地 就是 油長 就是 開始 給多些空間 新的 油長 上去 那樣 而剛好 也都是 UAE 也是有個新舊的交替 那樣 那會不會是因為那些 就是 下一代的 領導人 大家 跟以前老一輩的那些 做法有點不同呢 那大家年輕人 就是 就是 意氣用事 又要想拿威拿彩 那樣 所以大家就 就是 變了 那個 談判上面 那個取態 比較 比較強硬 強悍一點 還是怎麼樣呢 這個就是 不敢說 這個 這個就 有這些 這樣的 威權國家 不要說獨裁國家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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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長 真是 真是 不知道他們 真是 不知道他們 不知道他們 有什麼盤算 不過 油價 就 對 始終我也覺得 是 以一個雙滾來講 如果你說 開始有超級輪 似乎其他金屬 那些 就 那個 那個產能 是會 即 可預見度會高一點 油價就真的實在太多 人為的因素在裏面 所以 所以你說要油價要看得很準 我想是 我想是其中一個最難 去準確預測的一個商品 K.O 我們這節有多少時間?我想問 我們這節大概還有五分鐘的時間 五分鐘的時間? 我講一個比較短一點的一個 topic 事不 現在這個時間 剛才K.O說到 這個強權的國家 不算是一個 獨裁國家 或者我們講一下 在亞洲來講 一個 應該都是獨裁國家的領導人 也是 比較年輕的 這個就是 北韓 的領導 金正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其實都 都不是 不是很近期的了 是早一點時間 記得報道就說 因為金正恩就剩下了一段時間 接著就 瘦了 嘩瘦了很多 這件事 就是 給大家看一看 看一看我的樣子 前後後 真的要 是不是英俊了很多呢 喂我是不是要 你能夠我分享 我好像我分享不到 分享不到 OK 我先這樣 OK OK 好 給大家看一看 應該找他去買個廣告 也有成效 變成 好像南韓那些韓國 又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那麼誇張 是 這個 這個就是 before and after 這個就是 你看到 其實他都很忠於那個髮型 老實說 還有他 都是戴上類似的眼鏡 雖然很明顯眼鏡是又不同了的 就是 那些紋呢 是不同了 是不同了 但是都是 都是這樣的 風格的眼鏡 老實說都是 那麼 你說是不是瘦了很多 是明顯的 但是當然 未知到他都說 就是 就是 很健康 就是那個地步 起碼我 起碼 我講不出口了 OK 可能在南韓人的角度 或者北韓人的角度 就是 哇 很英俊啊 這樣 在北韓人的角度 無論他是胖還是瘦 都是很英俊的 因為他如果不是這麼說的話 是應該 性命是會有危險的 但是呢 我是覺得 挺搞笑的 就是 就是 其實瘦了 起碼我就這樣看這兩張照片的話 那都是 一個叫做相對比較健康一點 就是他不是那種 就是 病態的一種 種瘦 其實應該都是一件好事啊 老實說 其實你 肥胖 起碼西方的 醫學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肥胖你會引起很多 一些 浪費的 一些問題的嘛 老實說是 那 其實收回一些 因為 據報道 他跟之前呢 是輕了四十多磅 都很誇張啊 四十多磅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你真是 二十KG 那麽就是 不簡單的東西啦 那應該是一件好事啦 但是 就是北韓 聽說 CZ說 北韓人民 看到 那個領袖 受了那麼多呢 大家是 呼天搶地地哭啊 OK 那麽 那麽 那麽就因爲有些 就是 國家的訊息就說 啊 因爲呢 我們的偉大領袖呢 就就是 憂國憂民 為了國家的 處理國家事務呢 就就是 吃不了 睡不了 於是 就就是 影響 那個 那個 體重 那麽所以呢 那些北韓的人民呢 就大 大受感動了 啊 就是他們偉大的國家 為了 啊 我們子民的 福祉的話呢 就是 辛勤工作 那麽 所以搞到 這個 就是 體重 都受影響 所以就 非常之 那過去 那麽多年 那麽胖 是不是代表 他沒有做好 哈哈哈哈 我想 都不敢這樣說 是吧 哈哈哈哈 真的想死嗎 像你所說的 哈哈哈哈 不過呢 其實 瘦了之餘 來講的話 其實原來瘦了 不單止是 他自己本身 是個國家經濟 都明顯地是瘦了的 當然就不是 就是沒有他那麽誇張 就是不是說幾個月 就瘦了那麽多啦 而是呢 看回呢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 就是 keep track 到底這個 金正恩 坐正是多少年 原來呢 我們中國 就是共產黨 就剛剛慶祝 八 百年的 一個慶典 那麽原來呢 金正恩呢 去到今年來講的話 坐正呢 都過了十年了 已經是 真的 真的不覺不覺了 老實講是 那十年間 OK 那就是他個人 都有些變化啦 那但是北韓的經濟又有多少變化呢 那就是當全世界的經濟都向上的時候 在過去十年來講的話 起碼就是 那北韓的經濟又如何呢 那當然 北韓的經濟呢 從來呢從來就沒有 就是很透明地公開的 那所以呢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就是外界的 的估計而已 OK 那就是 所以就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真實的 不過這個是外界的估計啦 那你見到就是 過去十年 OK 由這個金正恩坐正 就是2011年坐正的 那到現在2021年 所以今年就是 這個應該是叫做 掌正的十周年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北韓會有多盛大的慶祝啦 這件事就是我們 就是保持觀望啦 那但是你見到就是 其實這個如果以北韓的 整體經濟來講的發展呢 其實就是 就是頭過幾年呢 都仍然有向上的 那跟著就 所以也都 可能我的經濟都不錯 那跟著就搞到 金正恩就做了這個什麼 Rocketman 這個 Donald Trump 經常說 Rocketman 就是來不來就射火箭啦 甚至乎做一些 核試啊 那樣子 那但是呢 就是 對上一年 川普通做了兩次核試呢 那個就是 原來已經是 就是這個 北韓經濟的高點 起碼是近年高點啦 高點啦 那當然日後可以再創高峰啦 不過就是 起碼在過去十年來講的話 兩次核試那一年呢 就2011年呢 就是那個高點啦 那跟著呢 就 一路向下滑落 那當然有很多原因啦 就是有 可能有天災又有成啊 那加上這個疫情的話 當然也是 就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啦 那但是其實就是 過去十年 北韓的經濟呢 就隨著 就是它的領袖的 體型的變化呢 都出現了一些變化 那就是大家都是有一點瘦身的情況啦 那就是 那所以這個都是北韓的情況啦 那近期好像中國這個共產黨百年的慶典的話 那就是金正恩也有這個賀慈啊 那也都當然是跟中國的表態一樣啦 那就是外國的黑暗勢力啊 那就是想這個攻擊或者或者誕毀這個偉大的共產黨主義啊 那我就會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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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啦 那就是這樣啦 那我都覺得好像 咦 之前呢曾經有一段時間呢 金正恩也好像比較 就是 就是 獨行獨斷啦 又覺得 就是中國都不是很 特別放在眼內 特別重要是 就是向這個美國靠攏了 那但是好像現在又扔回來了 好像就是似乎 就是向這個美國的那邊 這個逃動好像不是很活動 那現在可能又扔回頭 都是貼回這個老大哥 就是 中國 希望是有運行那樣啦 那有沒有運行就真的 就是 就是要走著租了 那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可以 這個共產黨可以有些游泳 那看一下可能 金正恩那個體型的變化的話 可能是會有一個比較更加 迅速看到那個情況 這個是 都是靠癡的 基本上 哈哈哈哈 好啦那我們時間 炒一炒先 好 OK